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速成班 现在我要教大家 大家已经准备好要直播前呢 把已经把素材全部都已经设计好 放好的位置过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检查你们麦克风的声音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有Distock的Video 就是你桌面的声音 桌面就是说你这个电脑 现在有任何的声音源 都可以进入这个直播中 所以这里可以点一下 这里也可以关掉一下 通常我们需要关掉它 因为直播中我们只希望有我们的声音进入 先检查有没有我们的声音进入 所以我们先需要关掉它 然后呢 接下来如果你有很多这些选项 你都必须跟它关红灯 关红灯 然后呢就是检查你的麦 你的麦在这个部分 你先按这个设定的一个logo 然后按属性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的设备 你的麦通常是会用你build in的 通常我是自动截取的 我的build in是这个麦 你的build in它应该也会自动截取 你就选择了过后你就按确定 然后你要检查有没有声音很简单 你全部都挂到红色了嘛 然后你要看这个logo 麦这个部分你点击on它 你就会看到你看我现在说话它就会跳动 我说话它就会跳动 这个时候就确定有麦的声音有进来了 然后你要确定只有你一个人的声音 不然大概有时候你会收到两个声音 那你就会造成灰音了 然后你的音量可以调大声调小声 这里每个音量都可以调大调小声的 这个时候你就确定你的画面有了 素材有了声音有了 这样你就是完成了